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14代Crew已经发布了一个多月了 因为之前的项目太多了 而这个产品的提升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的测试欲望不强 加上测试中遇到了很多bug 我们现在才做完了这个简单的评测 确实有点晚了 跟大家说真抱歉 从已有的评测来看 14代就真的是纯纯没活 一挤牙膏 没有太多的心意 提升最大地方除了价格就是功耗了 唯一感觉稍微有点意思的 就是这个i7-1470K 多了四个小盒 十分接近i9的规格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如何吧 我们这颗i7-1470K是京东自营的盒装CPU 只有一个小盒子 没有附带散热器 外观上和上一代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很难不难怀疑14代就是改了个盖子 改了个名字 规格部分我们也简单总结了一下 总共来说就是i8-13800K 介于13700K和13900K之间 大核心小核心的全核加速频率和13900K一致 2G缓存少了4Mbps 3G缓存少了3Mbps 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出来区别了 这个规格提升 让我也感觉到了 这个熟悉牙膏厂又回来了 可能还是12代 特别是1-40F这个U 提升实在太大了 以至于13代 14代两代U 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提升了 不知不觉中10nm 或者英特尔7工艺 已经打磨了5代了 从温润晶的Kano Lake 到移动端的S Lake 再到Tiger Lake 再到桌面移动端都大方英彩的Alder Lake 和Rap Lake 英特尔的10nm工艺已经成熟了 包括过前就要发布了 采用了英特尔4工艺的 混合其他工艺的多种芯片封装的 第一代Korei Ultra系列处理器 目前在移动端是首发了 还是很期待的 车上来看一下本次测试平台 为了迎接14代Korei上市 各家主板厂都更新了一波 他们的Z790 B760型号 我们这次使用的主板是来自微星的 MPG Z790 EdgeType Max Wi-Fi 主要升级点就是 对DDR5高频内存的支持度更好了 搭载了新一代的WiFi7无线网卡 支持P3E590M.2 SSD 另外就是BIOS新增了内存一键缩小参数的功能 当然吐槽点也是不少的 之后我们会不会为这片主板出了一期视频 感谢收看观众可以点个关注或者订阅 内存还是老朋友 7200M 16GB X2的芝奇幻风机银色 当然我们也说到了8000Hz Z240X2的芝奇幻风机白色 进来的时候还被卡海关了 说声波的价值太低了 让我们补了几百块钱税才放行 所以耽误了很长时间 PayPal CPU当然就是上一代的i71370K 测试平台的其他配件和PayPal主板 我们打在屏幕上就不一一面了 有需要的可以暂停观看 软件环境我们也提供一些 包括各个主板的BIOS版本、微码版本、 操作系统版本和显卡系统版本也不细说了 先过一下理论的性能测试 3D半成223的跑分中 1470K的分数在35-3600左右 相比于1370K的30000分和1390K的40000分 不出意料的 刚好落在两者之间 3DMac CPU Pro Fire项目的测试分数 也体现出了差不多的结果 1470K的单核心性能提升大约4% 多核心性能提升约17% 在Adobe 312套式中 除了PS比较持单核性能导致成绩差距不大以外 Pi和A1项目里1470K相比1370K还是有些提升的 毕竟规格和频率提升本来大 平时真的是没了啥了 只能硬体 规格倒是还有可以积极的余地 当然为了显得数据不太担保 我们也测试了这个UHD 770核心性能 跑分对比 对佳的AMD 7000系列的桌面端 锐龙2CU RDNA2的核心又好不少 但是和笔记本上的12CU的780M 还有GTX1650啥的还是没发比 有关一套核心的帽运网 我看一帮那边肥仔做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不过相比于差强人认的理论跑分提升 1470K在游戏问题上就写得乏善可乘了 我们测试用的IPS Monitor时隔一年 总算进行更新 对14代枯营宙的适配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现象的Bug 导致成绩会偏低 所以说成绩仅供CPU之间对比参考 软件看法者给我们回复是 他们目前的主要精力在开发IPS Monitor 2 说最快能量春季能上 所以现在的一些Bug 他们实在是没有精力去修复了 测试为了能检验CPU之间差距 就选择1080P分辨率 首先是DOTA 最高画质下平均帧1470K有4%左右的提升 1%的最低帧基本一致 彩虹6号为公底 中画质下平均和最低帧1470K甚至还不如1370K 不过在使命召唤现在帧2 2022里1470K相比1370KF提升不小 平均画质下平均帧提升3% 最低帧提升10% 古闻的暗影中平均也有差不多的提升 不过最低帧似乎不太理想了 可能和IPS Moistar这个性能影响相关 包括极限竞速地平线5中也是一样情况 平均帧小幅提升 最低帧下跌较多 我们已经把问题反问给了IPS Moistar的作者了 不过他们有没有时间去修复我们也不知道了 在Walk 2077不开光追的中画质预设下 1470K 依然是轻微落后123700KF 从此来说游戏的表现差别不大 1470K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和领先 其实仔细相也知道 很多的游戏它对于这个大小核的设计并不感冒 游戏基本上都是跑在大核上面 而小核基本就是待机状态下 基本没有什么占用 而1470K的大核相比1370K就只有0.2G的频率提升 自然提升就不明显了 其实我也很费解英特他自己声称的 硬件线程调度器和微软Win11有合作做过优化 但这游戏不还是以跑大核为主吗 你就不能大核小核一起跑吗 于是英特尔前驴技穷了 没活硬整给14代枯萎开发了一个独家的功能 应用程序优化器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简称APO 它目前支持的CPU只有14代代K的i7和i9 13代还有14代的i5都不支持APO 只能说英特尔会区分产品 而且目前支持的游戏只有两款 分别是地铁离去和彩虹6号围攻 我们也注意到了 这个APO功能 在14代枯萎的手把屏中 媒体几乎都没有提及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有看到Core Roy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这边为了研究如果开起APO 也是费了很多脑筋 现在也是研究出来了 微信主板对这方面的支持的更新速度 相比黄主板就要慢不少 首先你需要下载最新更新版本的BIOS 具体微信版本如何更新BIOS 我们就不细说了 微信的官网就有教程 然后进入BIOS RF7进入高级模式 进入左侧的OC探单 拉到最下面有个CPU Features 选择后回车进入 在选单最下方有个 英特尔Dynamic Turning Technology 模仍是Disabled 我们把它选成Enable 就是打开 然后RF10保存重启 重启后下载安装微信官网给的驱动 英特尔DTT运行面夹里的Auto Setup DRV.exe程序 然后去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 展开转件组件 里面就会有这个 英特尔Dynamic Tuning Technology的组件 表示已经安装上了 然后再去微软商量里面 去下载英特尔APO这个应用 下载过程也极为的折腾了 各种上网方法 什么加速器改host的改DNS 全设了一遍 总算是装上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 默认是没有识别到那两个游戏的 你得先运行一遍游戏后 它才会识别的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PO的表现 彩虹6号DX11API中化之下 平均帧有轻微的提升 但是最低帧由于IPS Monitor的UI bug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卡顿现象 导致表现倒挂 4个分辨率甚至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负载较高 开了APO平均帧反而倒挂了 观察实际的油气路线发现开了APO之后 大核的超阶层部分的占用没了 小核的占用有了密切的提升 首先占用反而还是关掉APO要更高一些 功耗也是关掉更高 难道这个APO的功能还能减能解盘 波浪的产红6号Voken API中化之下 问题就更多了 APO开启后全部是反向提升 难道是预避又更新了什么太多的新bug吗 来看一下实际的油气路线 明天发现和DX11是不太一样的 不论是否开CPUCPU占用都差不多 大核占满小核基本不占用 虽然不都不怀疑 APO压根有没有认到Voken版本的产红6号程序 自然就没有优化 所以这部分的成绩目前仅供参考 马上游戏又会更新到新版本 只能等到新版本更新以后再观察一下 在地铁离序最高化中 所有的提升都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不管是什么分辨率 平均和最低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除了4G分辨率 因为那个分辨率和画质对显卡压力实在太大了 对CPU的性能反而为什么要求呢 观察实际的游戏路线 发现开启APO后 CPU总体的功耗下降了 穿成部分几乎不占用了 大核占用率更高了 反而是关掉了APO的时候 大核小核都有占用 说明是APO有在工作的 不过具体不知道是怎么调度的 总之就在这种程序上开了APO之后 确实有提升 所以总体来说APO目前连鸡肋都算不上 启用非常的费劲 我觉得绝大多数用户都很难搞得定 而且他就支持两个游戏 甚至启用后还未必真的起效 感觉这个功能还需要更多的优化和适配 可能是英特尔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主要还是做宣传用的 没想到还真的有人信以为真跑去用了 怪我咯 比起APO那算是乏善可乘的游戏程度提升 这代反向提升最大的就是功耗了 之前我们做过一期B760M迫击炮二代的评测 其中就提到 在默认状况下1470K的烤机功耗很夸张 一开始能到370W 后来马上就过着降频了 结果在340W左右 但这是英特尔给的默认电压过高导致的结果 在Z790 Edge Time Max上的电压行为就明显好了很多 20分钟的IPU后封章平均温度82度 电压平均1.3V 软显功耗292W 前脚电流30.1A 输入功率约370W 虽然没有B系列主板那么高 但还是十分火热 在接近300W的功耗时建议360学能起步 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不同的主板 不同设置下的烤机结果 总体来说 在默认情况下 1470K尽量不要搭配B系列主板使用 如果一定要搭配的话 建议在BIOS中开启104、105维码 并且对CPU进行加压使用 如果要追求性价比的话 入门级的Z690其实也完全够用 不过部分主板产家对新CPU的优化欠佳 电压还是稍微高了点 也需要进行加压操作 由于Z版是支持超频的 所以在电压模式上也相比B版的可玩性高很多 甚至可以自定义电压频率曲线 而且扩展能力也一点为辣下 当然搭配开枪即用的Z790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厂家的主要经历还是在700系主板上 新功能肯定是新产品先引入 总体的学习成本会相对低一些 三方面坚持360渗转起步 如果是要使用风冷或者240渗转的话 肯定就需要折腾BIOS里的加压相关设置了 这点对于大部分用户还是不太方便的 我可以测了这么多 欢迎来343主板 1470K高的最大感受就是 跑分好看了 频率又提升了 但是游戏性能提升感知并不强 感知最强的还是功耗和发热 毕竟规格和i9非常接近 发热也是i9级别的 这317的性能和机箱的通风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会折腾 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不错的话 14代酷睿在反向超频方面 还是有一些很高的可玩性的 并且还有独家的APU 可以提升足足两款游戏的游戏性能 但说实话 目前能够顺利装弯电脑 还会开机进BIOS调整一些设置用户 都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 能够正常开启LizXP 或者说是能更新一下主板BIOS 都已经算很不错了 那就更不要提APU开启 CPU降压这类的操作了 几乎都是很难完成的事情 而且还有很多用户玩家 停留在Z系列主板能超频 我不超频就可以使用B系列主板的路区上 实际上由于Z系列主板 固久在BIOS方面的那些优势 不管是自动电压行为 还是工程的丰富度 都是远超B系列主板的 更别提扩展性和供电规模了 甚至因为自动电压比B系列主板要低 供电堆料其实都不需要比B系列主板来得好 所以历代的Z系列主板动作盖板 往往会比较吃香 现在恐怕更是如此 我们目前认为这块祖传的 微星Pro Z690A D-4 也就是一个B760M迫击炮的价格 但是拓展性功能性 做工用料丝毫不输一众B系列主板 除了长得丑了点 配件还酸了点 没有一桩IO挡板 其他汽车哪哪都比B系列主板要好很多 当然Z690已经陆续停产了 Z790的主板板子 比如华硕的Z790P 微星Pro Z790P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说这么多 你究竟是否应该购买14代酷睿处理器呢? 我觉得若说新购买电脑 并且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肯定是满清不满就 否则13代酷睿明显更有性价比 中低价位甚至依然是以12代酷睿i5140F 13代的i5140F为主 目前泄露出的14代酷睿非K系列产品 各个型商品上一代除了频率之外的地方 没有太大提升 相应上早就可以买到14400U了 但我看了半天 实在是没有任何买来测试的欲望 所以新产品上市 老产品明显还是更划算一些 等老产品清完了扩存 14代酷睿才有可能市场的中流砥柱 至于AMD平台和英特敢这样挤压膏 说明AMD平台仍然是不够给力 没能够达到预期 7000系列的好 它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还是交好不交做 只有一个7800X3D看上去 可能会相对值得购买一些 但它毕竟是纯游戏涌途 看了这相应应该对14代酷睿i71470K的性能表现 和坑田之处有一定的了解 多了4个小盒也紧紧实 跑分好看了 对于游戏的帮助不是很尴尬 过后的提升比较大 不适合上B系列主板 需要折腾降压 回到定价14700K相比12代产品的首发价 是属于叫加量不加价的 但实际的价格 1470KF还是比1370KF贵了300元左右 我觉得如果说预算充足且想体验APU功能的用户 可以考虑这个CPU 否则还是13代酷睿用相比一些 它Intel没有成立的挤压膏行为也不是一次两次的 早就习惯了 没有牙膏到锡已经是锡贴限地了 或许还是12代13代的牙膏挤得太狠了 导致这一代真的没法大幅提升了 连一滴就没有了 就整个纯纯的出厂集灰镜 那今天节目教终也不知道你是否选择14700K还是13700K呢 欢迎来到大幕以后我们交流 让观众我们别忘了点个小达给点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YouTuber 你们在那边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星中号 潮玩客Style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到华华博物馆库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 搜索商品潮玩客 是潮玩客 我们今天跟我们下见 拜拜